我昨天整個晚上都在哭 本來那個是我 誰害我女兒 我絕對不會引寮她 哭到喘不過氣 女心胡音 類似也是藝人的女兒 鄭靜心 今年六月和新北市戲紙 一名知名的王姓整副名師 合作拍片 沒想到卻整到肋骨第三根 直接斷裂 將對方告上法院 超過一個小時 動不了 騎不來 被像有刀 一直插在 插在後面 連呼吸都變得很小 不能呼吸 我當時覺得 你應該是很嚴重 當下他有跟他說 因為你太瘦了 很多的借口 是我萬萬不能接受的 早指控的王姓整副師 斜港YouTuber 在網路上小有名氣 彼此會有不同的一個見解 我們不會去逃避 那當然不是的話 我們也不能說 因為這樣我就妥協 只是整骨本來就有風險 得先評估自身健康狀態後 再進行 否則恐怕會越整越傷 骨密度不足的話 可能在整骨過程中 容易造成骨折的風險 腰痠被動或關節的問題 它其實是感染造成的 大概就不適合 鄭金星受傷近四個月 生活起居都靠新婚 德國伴侶照顧 電視劇出演 體育綜藝節目邀請都飛了 何時能再參與 最愛的運動活動 還是未知數 這頁委員小宣 將會報道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